我講一句德文給你們聽 就是那個那首詩的開始 Mein so und was ist ein 大家好 謝謝你們給我這麼多留言 我很喜歡看 大概沒辦法全部給你們答覆 很抱歉 但是我都會看 那你們 希望我給你們介紹的曲子 給你們講的曲子 我也是會慢慢的注意慢慢看 有機會 有機會給你們講解 你們喜歡看傳奇嗎 我很喜歡看傳奇 尤其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看 Brames也是一樣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看傳奇 Brames他出生是1833年 他是舒滿跟小邦的下一代 那上次我給你們介紹一些晚年的作品 現在我想介紹一個比較少年的作品 他差不多20歲的時候寫的 我想那時候的人啊 你看1850年的時候 他們時間是怎麼打發的 因為沒有電視可以看啊 沒有電影啊 沒有這個電腦可以玩的 大概他們相聚的時間比較多 晚上點個蠟燭啊 大家談一談聊一聊 講一些傳奇的故事 所以他這個傳奇 他也把它當作他作品的一個內容 今天我要跟你們講的是一個 蘇格蘭的一個民謠曲 民謠的 這個民謠叫做愛德華詞 這個詞啊 大概也是中國時代的 中國時代 我們沒有什麼音樂可以聽 中國時代的我們不流行聽 我們大概也沒有聽 只有那個聖歌 他有一些是很老的 那布朗姆斯他研究的這個老的音樂 研究的很透徹 所以在他的音樂 往往可以聽到那種 古老味道的這種音樂 那種旋律或者是和聲 那今天的 今天我要給你們介紹那個 愛德華這個敘事曲 敘事曲 敘事曲 它就是要講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是 蘇格蘭的一個詞 一首詩 一個是家庭悲劇 它好像跟希勒的悲劇分三段 前面就是講那個 整個氣氛 整個背景 中間是講情節 下面是講那個結論 那麼它第一段 你們注意聽 你們可以好像看到那種 古時候的那個宮堡 或者是看那個修道院 那個音好像你進去那種修道院裡面 聽到那個 有回音的那種 很蒼涼的那種感覺 我講一句 待會給你們聽 就是那首詩的開始 這個詞也是 修瓦編成一首歌 Dine Schwert Wie ist von Blut so rot 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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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Edward這個名字 它裡面有喊兩個母音 就是一個母音 就是一個E跟一個A 這兩個母音可以用音符來代表 那您聽聽看前面一句 我沒聽到 Edward 就叫那個名字 所以它很貼近那個 那個詞的 這個韻律 我說它分三段 剛才就是第一段 第二段 就是那個情節 好像在打仗一樣 你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武俠 那個劍俠 穿著那個很厚的盔甲 戴那個頭盔 然後騎著很高的馬 很有威嚴的 很有那個 那個決心的拿著很長的一把劍去打仗 還可以聽到這個馬蹄聲 好像也可以聽到在地上打滾啊 還可以聽到打劍的那個聲音 很響亮 但你覺得這個聲音現在差不多夠了 它還會再加上一個 所以我覺得 彈起來 彈起來很棒 我覺得這個效果非常的特別 第三段 我們這個 悲劇英雄出來 他 雖然沒有被打死啊 但是他好像整個人 有點垮掉的那種感覺 走路這樣一拐一拐的 那這個古典的音樂 要怎麼模仿 布拉姆斯他採用什麼樣子的 作曲的方法來 讓我們感到那種 中古的味道 第一個是他的和聲 你看 有這種空洞的感覺 好像你進那種古堡 一個很大的廳 那個天花板很高很高 然後那種蒼涼的感覺 還有那個和聲這樣平行的走 每一個聲部這樣平行的走 好像很古老的歌那種感覺 還有一個中間那一段 它每一段都是五個音 都是五個四分音符 五個四分音符 它不能進去 它不能裝進去一個 四分的這種小節啊 所以代表說那個 古時候的這個譜子啊 它沒有小節線 它不管你什麼小節 什麼三分啊 什麼四分啊 它就是這樣寫下來 那個中音反正是按照那個詞 來選那個中音 所以沒有什麼固定的牌子 這個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做法 就是看那個古典的譜子 就這麼 就這麼三個地方 可以代表說 這個古典的音樂 那種感覺 我彈給你們聽 看看你們有沒有這個認同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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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嗎 好嗎 太重了 這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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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